大家好,很多时候家里买多了,排骨都放冰箱冷冻保存 可是吃的时候,如果忘记提前解冻,就会特别的着急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解冻猪排骨的快速方法 10分钟解冻好,就和咱们新买的新鲜排骨一样 我这里是一大块的冷冻排骨 首先我们在排骨的表面上,正面还有背面撒上食盐 约15克左右,由于食盐的特殊性,不仅能够快速解冻冰霜 而且还有很好的杀菌作用 这就像咱们冬天露面结冰,撒盐解冻是一个道理 此外,排骨在盐的作用下,还能更好的将排骨中的血水泡出来 除了盐,大家还需要准备小苏打 小苏打主要是起到清洁,去除排骨 长时间在冰箱冷冻,残留下来的冰箱味 让解冻好的排骨更加的新鲜又好吃 最后我们在排骨里面加入冷水,淹没排骨 注意,解冻时大家一定要用冷水哦 水量淹没排骨最佳,先给它浸泡5分钟 下面再调个简单的炖排骨料汁 酱油40克,稍微的多一些 这样炖出来的排骨才香,然后加入食盐 再放几粒冰糖,增鲜提味 之后再放13香5克,让炖出来的排骨更香更好吃 最后咱们用少量清水稀释以后拌匀 调料越是简单,炖出来的排骨就越好吃 下面来看一下炖排骨的香料 有香叶,桂皮两块,八角多放两个 干辣椒两个,草果,白纸多一些去腥 还有一个肉扣就齐了 除了香料以外,我们还要再多切一点大葱 还有生姜去腥 准备好以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排骨 5分钟左右在盐水的作用下已经解冻的差不多了 也泡出了好多的血水 排骨也能轻松的掰开 下面我们将血水全部给它倒掉 然后再用清水反复的多清洗两遍 将排骨洗干净 接下来我们重新在排骨中加入清水 再给它浸泡5分钟 将排骨充分的解冻好 其实5分钟的时候,排骨的肉质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非常的软了 为了解冻更加的彻底 再给它浸泡5分钟,就完全解冻了 下面咱们锅中加入适量的油 然后把香料全部下锅,煸炒一下,炒香 等炒香以后,再把炖排骨的料汁倒进来 料汁下锅以后,不要急着加水 用中火炒30秒左右 彻底的将酱油炒熟 这样咱们炖出来的排骨它才香,才好吃 然后就是加水 水量根据排骨多少而定 淹没排骨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排骨 经过10分钟的解冻 排骨已经完全解冻了 而且肉质就和咱们新鲜的排骨一样 而且在解冻过程,血水也完全的泡出了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将解冻好的排骨全部放进锅里面 不需要焯水也不需要炒 这样直接下锅炖,营养才不会流失 炖出来的排骨它吃着才香 等开锅以后再把上面的浮沫捞干净即可 如果你有铁锅炖排骨需要40分钟左右 炖煮软烂 也可以和我一样,直接倒进高压锅里面 炖煮20分钟,快速又方便 现在咱们锅里面的排骨是炖熟的样子 味道非常的香,而且颜色也非常的漂亮 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酱油炖排骨表面看着黑 但是里面的肉是紫红色 这样炖出来的排骨不仅软烂鲜香 而且美味又好吃 可以吃到排骨的本香味 从解冻到出锅,炖排骨只需要30分钟 以后也不用担心没有提前解冻排骨而着急了 最后希望今天的这个视频 大家能够喜欢,能够帮助到大家 谢谢大家 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 我们下期再见